国内的疫情非常的严峻 现在就连台湾半导体重症新竹科学园区也遭到了波及 指数中心在今天再公布了一名新竹市的确诊案例 它是案2256 是一名60岁的男性竹科外包商 它也与万华的感染链有关 它在5月8号的时候搭乘新竹客运到台北转运站 那么从捷运6号出口离开之后 连续两天前往万华的茶医馆消费 那么它在5月8号当天是在借助友人家 隔天它又再来到了万华的茶医馆消费 到了晚上才搭新竹客日回到了新竹 它是在17号裁检确诊 而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在竹科的公司上班 目前已经将相关的接触者匡列隔离了 那么现在也让竹科的大厂非常的紧张 有些厂商就已经宣布了 限制有双北足迹的员工进入厂区 希望不要再有防疫破口 国内疫情失控现在就连竹科也遭到波及 18号指挥中心再公布一名确诊个案 案2256是一名60岁的男性竹科外包商 那它5月8号有到万华地区的这样一个活动时 那么5月17号确诊 那它的CT值16 也就是说传播力是不小的 这名男子5月8号搭乘新竹客运到台北转运站 从捷运6号出口离开之后 就直奔红林阁旅馆以及万华新城茶医馆 之后再搭乘265号公车前往位在宝新街的友人家过夜 5月9号搭乘265号公车到万华新城茶医馆 之后再以相同的路线搭乘新竹客运回新竹 10号到15号都在公司上班 而11号则是外出到北大陆加油站加油 直到15号下午才前往医院裁检 17号裁检确诊 5月15号书贞昌院长下午有跟各地方政府的首长 这个召开时序的会议 那我在会议当中有特别提到 守住新竹 守住我们台湾的大陆产业 目前县福已经将相关接触人员匡列隔离裁检 要避免疫情扩大影响竹客的营运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导 1号 2号